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哦,要是不生孩子还真不知道 随便一查就有这么多月扫公司 这月子护理已经成为新兴的技术服务行业了 从业人员大多是中老年的医生护士 下岗女工和农村妇女等等 嗯,还真麻利 在月扫的手里 什么换尿布、穿小衣服、包孩子 眨眼的功夫就妥妥贴贴了 这是公司在对新上岗的月扫 进行母婴护理技术培训 护理技术培训只是他们从业考核的一项 他们还要进行文化科考试 考试合格后还要进行严格的体检 然后见习三个月才能上岗 月扫就是这样一批经专业公司精心选拔 身体健康、生有子女 懂得文明、讲究礼貌、拥有爱心 经过严格技能培训的月子护理技术工人 月扫有两个职责 一是指导和服侍新妈妈 自我保健和身体康复 二是帮助新妈妈科学地照顾新生儿 月扫也称母婴护理师 母婴护理师有严格的职称评定系统 分别是初级、中级和高级 这次小彭夫妇就请到一位 有着丰富护理经验的月扫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摄像机的镜头 走进小彭家看看月扫是怎样进行月子护理的 产入期是指胎儿胎盘分娩出来后 产妇身体内的器官复原的一段时间 一般需要六到八周 在这段时间里 产妇应注意休息、调养身体 其他工作就交给月扫来做吧 一 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室内消毒 小彭还在医院生产的时候 月扫就来到了他的家里 整理房间打造卫生 用浓度为2%的过氧乙酸进行室内消毒 两小时后打开门窗通风 保持卧室空气新鲜、安静舒适 一周后 小彭和宝宝就回到这个温馨的家里 通风透光 两位主角回来后也不要五月子 选择天气晴朗的时候打开门窗 每天早晚各一次 每次15分钟左右 但是不要让母婴吹过堂风 风扇及空调也可调节室内温度 但也不可直吹以免着凉 上午9点下午3、4点钟时 逐渐打开窗帘 透过自然光照 这时要避免阳光直射 以免影响视力 温湿度 在冬天室内温度一般在18-22摄氏度 夏天在24-26摄氏度 可以用空调调节室内温度 室内相对湿度控制在45%至60%之间 可以用温湿度调节器调节湿度 到了夜晚 可在室内放一盆清水 来增加室内的相对湿度 远离宠物 少放植物 建议产妇新生儿的房间 不要饲养宠物 宠物的皮毛里含有多种细菌 也不要多放花卉 以免花粉引起产妇和新生儿过敏反应 2. 产妇的生理特点 情绪变化 产妇从十月怀胎到一朝分娩 生理的变化是巨大的 同时她心理的落差也不小 她们从开始的兴奋到接下来的失落 个别的甚至产生抑郁 都需要月扫仔细观察 并及时地调节情绪 2. 体温 由于产妇生产以后能量消耗过多 身体产热远远超过散热 所以体温会偏高一些 但一般在36-38摄氏度都属于正常分娩反应 短时间以后会恢复正常 出汗 产妇多汗是由于妊娠后期体内存留的水分较多 所以排泄功能比较旺盛 擦汗呢最好用纯棉毛巾 每晚淋雨一次保持清洁 公缩 产妇分娩后 在松弛的腹部有一硬块 不时有疼痛感 这是因为产后子宫在收缩 可以每天用手 这样揉两至三次 四五天后疼痛会自然消失 乳房 产后两到三天 产妇乳房的最大的特点和最主要的变化是发胀 乳腺通畅产生乳脂是正常的生理现象 初产妇乳房胀痛明显 应该让婴儿尽早吸水乳头来刺激母乳分泌 惡露 产妇在产入期从阴道珠排出的分泌物叫恡露 其中含有血液 坏死退膜组织 及棉液等等 正常情况下 产后三至四天恡露最多 颜色鲜红 一周后变成咖啡色 两周后颜色变淡成浅红色 三周后恶露逐渐消失 如果恶露时间过长 应及时到医院就医 母乳的喂养方法 母婴同事 母婴同事有助于观察宝宝的冷暖鸡宝 由于新生儿的喂肠功能还没有发育成熟 吃多吃少难以掌控 因此要随时喂奶 同时宝宝可以及时得到妈妈的安慰与温暖的接触 虽然母婴同事 但不要同床同辈以防孩子缺养 一般新生儿以养卧为助 应该穿纯棉的连身衣服 以免抱腹时露出小肚子着凉 母乳喂养 母乳有白色血液之称 是婴儿的最佳食品 坚持母乳喂养 不仅能增强孩子的免疫力 也有利于生长发育 而且帮助产妇将体内多余的营养成分输送出来 减少脂肪的堆积 较早地恢复正常的身材 哺乳可以使妈妈减少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几率 同时还有止血的作用 奶水不足的补救措施 产妇奶水不足有遗传情绪营养等多种原因 除遗传原因之外 产妇奶水不足时要建立信心 保持心情舒畅 多喝乌鸡汤 挤鱼汤 还要保证八小时以上睡眠 多让新生儿期循奶头 4.产入期的乳房保养 乳头保护 产妇哺乳后挤出几滴奶 涂抹在乳头上 可以防止细菌的侵入和乳头均裂 乳房擦洗 用纯棉毛巾敷在乳房上 然后按顺时针的方向擦拭 补乳期一般不需要经常用肥皂 酒精等擦拭乳头 因为乳头上有一层油性保护膜 肥皂和酒精会破坏保护膜 使乳头皮肤变得干燥 容易造成损伤和均裂 补乳肢 衛乳的姿势要正确 让宝宝含住乳头和大部分乳孕 如果妈妈乳头疼痛 就说明宝宝没有含好乳头 这就要抽出乳头 让宝宝重新含一次 以免损伤乳头 乳肇 产入期产妇要戴上大小合适的乳肇 以拖起乳房 改善乳房的血液循环 注意不要让乳房受压 乳肇也要经常换洗 挤乳方法 产妇有时会因多种原因 不能正常哺乳 例如 1.当产妇乳房太胀 而影响宝宝吸水时 2.产妇乳头均裂疼痛 暂时不能哺乳时 3.产妇的乳头内腺 宝宝一时还没有学会 吸水这种乳头时 4.宝宝出生体重过轻 或宝宝生病吸水力降低时 5.产妇因疾病需要与宝宝暂时分开时 为了保证奶汁的充分分泌解除乳胀 又能及时将母乳喂给宝宝 产妇这时就需要在月嫂的帮助下正确地掌握挤奶的方法 将吸奶器的管口罩在乳头周围的皮肤上 贴紧以后放松橡皮球 乳汁慢慢地流入吸奶器容器内 当没有压力时 再重复挤压橡皮球 挤出来的奶要及时存放在冰箱里 可保留24小时 喂奶时需用热水隔水加温 不可用微波炉加热 用完吸奶器之后 要及时进行消毒 5.加强产妇的产后营养 产入器的营养 应以高蛋白、高热量、容易消化的食物为主 以保证产妇身体的恢复和宝宝生长发育的需要 调整产入器产妇营养的最好办法 就是从自然饮食中摄取 主食 主食除了按原来的一日三餐外 还要增加三次零餐 由平时的一日三餐改为一日六餐 加餐时间为上午十点、下午三点、晚上八点 细米粗粮要合理搭配 保证营养均衡 水果蔬菜 水果蔬菜中含有人体必需的各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多吃水果蔬菜既可以满足母子身体营养的需要 又可以抑制肥胖 豆、蛋、奶 产入器每天使用鸡蛋两个、牛奶或豆浆450毫升 以增加优质的植物蛋白质和钙质的摄入 每天要有两次炖煮排骨汤、猪蹄汤、鸡鱼汤、鸡汤或蔬菜汤等 保证每天150-200克就可以了 这样就能保证奶水质量 饮食要清淡、多喝汤 食物以炖煮为主、少吃炒菜 这样有利于乳汤的分泌 总之在产入期产妇的食谱要广泛 荤素搭配要均衡、粗细要合理、烹调要得到 禁忌食品 产妇不应该吃辣椒、生葱、生蒜、生姜等辛辣食品 一是产妇的胃口受不了刺激 二是婴儿的奶是从母亲食物转化而来 孩子功能不完善的肠胃更难以接受辛辣刺激的食物 产妇产后的血液循环系统 肠胃、皮消化系统 以及神经系统、免疫系统都处于脆弱状态 所以产妇还不能抽烟 也不应喝咖啡、喝酒、喝茶 更不能食用油炸食品 六、新生儿的脱抱方法 宝宝哭了 小鹏想抱抱他 但不知如何下手 这不要紧 月嫂教他三种抱法 脱抱是 将宝宝的背部和头部靠在抱者的前胸和肩上 一手托住臀部 另一只手揽在宝宝的胸前 四肢可以自由活动 怀抱是 两只手这样 从头到臀部托起宝宝 使其头部自然地落在怀抱者的肩上 哺乳是 可以将婴儿横抱在自己怀里 肘关节约成八十度角 使其头部靠在妈妈的前臂上 将耳朵贴在胸前 让婴儿听到妈妈心跳的声音 胎儿在母亲体内时 听惯了母亲心跳的声音 出生后又重新听到了这熟悉的声音 会有一种安全感 7.产妇的服饰和床上用品 产妇刚下产床 身体虚弱 夏天也要穿长袖长裤 护好关节 如果是早春深秋或寒冷的冬天 起床时要穿着暖和一些 以免受风着凉 衣裳 产妇的衣着要宽大舒适 贴身内衣以纯棉布为好 上身宽松 有利于血液循环 防止乳房受压迫 补乳方便 裤子要盖过膝关节 每天换洗内裤 为了防止产后腹壁松弛 可以选择腹带束缚 但松紧要适度 鞋子和袜子 鞋子底部材料要柔软 高度大约1至2厘米 预防产后出现足底脚跟疼痛 袜子要选择粘线袜和羊绒袜 即使在夏天也要穿袜子 以防脚底着凉 落下月子病 三 床上用品 产妇的被褥应随季节变化 而增减调配 夏天不可太厚 接触皮肤的被罩床单 需要用纯棉制品 这样便于吸汗去湿 冬天的床铺要求柔软 被褥要松软而轻盈 春秋季节 被褥较较平常人稍厚一些 但也要适度 以感觉不热为好 8.保持产妇的个人卫生 洗澡 产妇月子里不洗澡是不科学的 产妇分娩后经常出汗 不洗澡会滋生细菌 引起母婴细菌感染 但是产妇洗澡应该淋浴 饥饿和吃饱后都不能洗澡 洗澡后还应吃点东西补充体力 梳头 洗浴后等头发全干后再进行梳理 梳头可以通过梳子刺激头皮 促进局部皮肤血液循环 还防止脱发、断发、分叉等现象 因此产后梳头有益无害 不会带来什么头疼病的后遗症 刷牙 产入期产妇的美菜食物营养比较丰富 如果不刷牙 进入口腔的细菌就会大量繁殖 并侵蚀牙齿 因此产入期比平时更要注意口腔的清洁卫生 防止牙病发生 睡眠 产妇适当休养是正确的 但如果睡眠太多 身体新陈代谢降低 糖分等营养物质以脂肪形式在体内堆积 会一个月吃出一个胖子来 所以产入期睡眠要讲究科学 建议不要躺着看书 养成按时睡眠的习惯 设置良好的睡眠环境 讲究睡眠姿势 提高睡眠质量 9.产妇产后的形体恢复 活动 传统讲的五月子是不科学的 这也是产后发胖的原因之一 正常情况下 产后三天就可以下地轻微的活动 半个月后就可以做些轻微的家务 满月后就可以做正常的家务劳动了 形体恢复操 产后两周就可以做形体恢复操了 首先 活动各关节及胸肌 手指关节 腕关节 肩关节 腰背 会阴肌肉 盆底肌肉 第一节 收腹运动 仰卧 深吸气 收腹 呼气 第二节 提肛运动 仰卧 两臂直放于身旁 进行收缩肛门和放松的动作 看